從儲存格 就是範圍,Range,Sales 現在跳到 Shits 裡面了 所以工作表 那又更為複雜 但是可以處理的工作量就更大 也就是不只是只有一個工作表裡面的儲存格的自動化 今天主要跨出去就是 工作表的自動化 也就是多個工作表 你要整個P4的全部都幫我們放在 某一個 工作表裡面 你要做後續處理 產生報表都沒問題 或者是說你要把它放在資料庫裡面跟大家一起共用 大量資料處理也OK 那今天的主要是把 這個 就是大量資料工作表合在一起 是合的部分 那下個禮拜的話 就是要講分 什麼分呢 就是說 你的 一個工作表裡面 太多資料 那裡面可能有業務人員 好幾個 產品名稱好幾個 那我今天想說 我想要把 每個業務人員 或者用查的 我想說 我只要看到 某一個工業務人員的資料 那你幫我把 我要的那個 業務人員資料 篩選出來就好 或者是說 根據什麼產品 或者根據單價的高低 根據日期 根據什麼 反正就下個條件 幫我把要的資料篩出來 那這個部分該怎麼 就是 今天是合 那下個禮拜是分 怎麼分出去 甚至好你可以用那個Excel當成一個 查詢的一個系統 比如說你想要查什麼 其實Excel裡面要查資料就已經綽綽有餘了 其實甚至可以不需要用到資料庫啦 你要查什麼 然後呢甚至你可以做個漂漂亮的表單 給人家查詢 那基本上就已經非常的 非常的這個合用了 只是說要怎麼做 一般坊間書籍也沒有講得非常的清楚 那我是 提供我的 算是實務經驗啦 我會想要我覺得這樣做是最OK的話 那我會提供給各位參考 當然各位你們也可以再去想想看有沒有更好的方式 更好的方式 好好的 OK 感謝